没错,如今首相丹斯李慕尤丁的相位危机号角在响 而战场即将移到了国会 再次回到了去年洗来灯行动时 我们曾经看过的鼠人头拳斗游戏 不过朝野阵营到底各自掌握了多少个议席 没有人知道 慕尤丁现在用时间来换空间 未来的关键一个月又是否能够平平安安呢 我们现场连线时事评论员洪伟祥律师 和我们分析政局的走势 韦翔你好 韦翔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是的,韦翔 其实现在丹斯李慕尤丁说 他掌握了多数议员的支持 那为什么不直接就现在 立刻就举行这一个信任投票呢 而且他答应要举行信任投票 是不是就能够保障说 巫统以及西蒙都会按兵不动 为什么首相丹斯李慕尤丁不马上投票呢 因为很明显他并没有把握 我们看今天中午12点半 他做的记者会直播 虽然首相像奥兵所说 首相有提到 他已经有掌握足够的支持 有宣誓书也已经提交给元首 可是有一个关注点 就是他并没有说具体的数目 总共多少份宣誓书 教你多少份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敲出 非常有可能是人数并不多 或者是很不稳固 或是有争议 有一个人签了两份宣誓书的情况 其实大家想一下 慕尤丁首相他不说具体的数目 跟昨晚 Zahid就是巫统主席的记者会 是一模一样的 昨天Zahid的记者会 有11位国会议员一致排开 包括他自己 然后他也说提成了撤回 对慕尤丁的支持宣誓书给元首 可是他也没有提到总共多少份 然后我们今天就看到 其实根本没有11份 只有8份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Zahid昨天其实也是没有底气 也是没有信心的 就跟现在的慕尤丁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很明显 慕尤丁本身也不敢 不敢确认自己当下 真的是有稳固的支持 大家都在拉人 所以对政府而言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情况之下 他当然是拖得越久越好 因为你要推倒一个政权 历来都是兵归神术 你面对的是掌握资源 掌握法律 掌握政权的对手 你拖得越长就越长梦多 所以对慕尤丁而言 他是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拖得越久 我就可以慢慢的挖掘你们 也可以更多的空间 让我来上下其手 让我来拉人 我可以动用很多的权力 动用很多的资源来逐个击破 逐个对付 所以对他而言 当然是越迟越好 而且别忘记了 如果国会越迟开 就表示他接受的考验 就越迟来到 那他就可以无惊无险地 继续执政 继续运用政府的资源 直到国会来开 所以从另一考量而言 慕尤丁的这个决定 其实是非常合理 那其实他现在不马上进行投票 对 他是要买空间 可是一个月 我们常说在政治里面 一天都算长 你现在有一个月这么长的时间 难道巫统还有西蒙 就不会有动作吗 西蒙跟巫统 当然要有动作了 因为越长弄多 其实是对于处于 劣势的一方而言 是越长弄多 对于处于优势的一方 拖得越久 对我而言会越好 因为西蒙 国盟 反对派跟首相慕尤丁派 他们的力量其实是不对等的 慕尤丁有无限的资源 有政府在背后支持 我们看到今天KSU 就是政府秘书 总秘书也一起出现在 慕尤丁的记者会里面 所以他可以运用整个国家机器 国家资源来打压你 所以夜长弄多 其实是对西蒙这一方而言 或者是对巫统这一方而言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 他绝对不可以按兵不动 他们必须迫使尽快的来决战 而不是一个月后 如果一个月后 老实说他们已经先输了九成 拖得越久 对他们就越不利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不管是乌头 还是不管是西蒙 他们都是以嘴巴说的 要求我们要尽快召开国会 你马上要召开 其实老实讲 这样子是不足够的 因为慕尤丁今天中午已经清楚的说 九月召开国会 元首已经同意了 所以你要再来提早 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在我看来西蒙跟巫统应该直接觐见元首 带着你的支持力量 当然是人一起去是最好 像西莱登政变的时候 像沙巴去年七七八月政变的时候 直接把你的议员带到黄东去 跟元首说 其实慕尤丁政府已经失去多数了 因为根据我们的法律法规 你要提成不信任动议 有两个场合 一个是在国会 当然正常情况下是在国会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合理的地方 就是在黄峰 所以只要你在黄峰 证明了政府没有掌握多数支持 你就可以推翻它 所以对于反对派而言 他们不能只是停在敦促 我们看这一个多月以来 西蒙也好 巫统也好 他们都一直敦促 敦促慕尤丁辞职 敦促国会要这个敦促国会要那个 你只是敦促 就是用嘴巴说是不出勾的 必须要实际的去境界掌握 展示你所掌握的支持力量 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是的 伟祥你提到的关键点就是 到底你掌握了多少的支持率 其实我们回看今天整个过程 今天早上的时候慕尤丁说 他依然是掌握着多数的议员支持的 可是下午的时候 那巫统主席阿末扎西已经说 其实当初你只有114个 国盟只有114席 然后我已经退出了8个人 你只剩下106席 你已经没有那个简单多数了 然后而且现在还是陆续有来 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退出 不再支持你了 你认为现在慕尤丁还掌握着优势吗 他到底有多少席在手上 我们老实讲 我们去猜慕尤丁掌握多少席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而且局势每天都在变 现在可能慕尤丁106 下一秒他可能就拉到两个过来 所以当然现在是各说各话 慕尤丁说 今天记者会说他已经提成SD 然后是足够掌握多数的SD给援手 所以他说你要我辞职的理由不成立 这是他的说法 当然像奥兵所说的 Zahid也说你只有106席 但是我们知道昨天传的废洋洋 有三位公正党的国会议员已经签署了 宣誓书支持目有定 所以当然这个消息到现在没有被证实 我们也不知道这三位人是谁 但是这就是我说的 其实拉人大战一直都在发生 这一秒的人数跟下一秒的人数可能都不一样 我们知道我们马来西亚的传统 这些政治人物他们跳来跳去 今天说一明天说二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答案 你现在声称有多少人数 然后你这样慢慢的交宣誓书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宣誓书 我这一秒我可以支持目有定 下一秒我可以签署 另一个宣誓书支持安华 支持Zahid 你不能说我签署两份宣誓书 我是犯法的 因为宣誓书是我当下的意愿 我现在我支持目有定 我下一秒我就不想支持目有定 不能吗 其实他是没有犯法的 所以最关键的你是要带这些人直接去竞见元首 这个才是最 valid的方式 我们看沙巴去年的政变 穆萨阿曼是直接一字排胎 国会议员全部站在后面 然后我们去竞见来推翻 包括去年的喜来登政变 穆尤丁是带着六个党派的党魁 包括Shafi'i 包括阿兹敏 包括Zahid 这些人一起杀上皇宫 去竞见皇宫 掌握自己的支持力量 但到现在为止 老实讲 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实际动作 不管是Zahid 没有 不管是安华 没有 不管是前首相敦马 也没有 所以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嘴巴说自己掌握多数 掌握多数 然后你嘴巴敦促首相辞职 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政治还是要回到实质 根据法律 皇宫来展示你的支持力量 这个才是最正确的 我先刷寻